下载之后的东西把它开起来 在之下来的东西显示 第一个请你把这个把它解压缩 也许我这边有装7ZIP 或者没有你也可以解压缩 全部也可以 那你就把它解压缩致辞 它会花一点时间 你就让它解压缩 那另外这个也是一样 那个圆端伺服器 这个伺服器也是一样 按右键 那你把它解压缩 这个也是一样 解压缩致辞 解压缩致辞 OK 那这两个解出来 另外两个是 这个也是 范例档也是解压缩 反正这些都需要 把它解压缩出来 那解出来它会有练习档 那另外有一个是题目档 题目档当然你可以不用下载 像我有的习惯是直接点击它 它就弹出了 那你可以在云端上 右上角会有一个放大器 你把它点开来 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之后就是分成 两类啦 当然就是双数题嘛 所以第一类的话 就是这些 图文多媒体的操作设计 这个比较基本 第二类是网页版面编排 的设计操作 那今天的话 我们会先来看一下 也就是 它会要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其实一个网站 要能够完成 我把最后完成的画面 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它大概做出来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 包含图它有哪些图呢 这边有个logo 背后有一个背景图 这边有个图 所以会有三张图 它会给你这三张图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一个网站会需要素材 这些素材它都会提供给你 另外的话有文字 那文字部分它也会提供给你 包含什么呢 考生服务网 然后一个 两个 三个 有这三个段落的文字 它希望你将来呢 能够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网页 那要怎么把它做出来 这个是它要考的部分 所以如果将来 当然这也是个证照考试的题目 那里面的话 包含就是说呢 设计的项目有哪一些 它会问 它会跟你讲说 请你开启什么 这个档案 default.htm 那实际上呢 一般网页的首页 通常是default.htm 或者是叫另外一个名称 也许它不叫index.htm 有的叫index 它有的不一定叫default 叫index index.htm也可以 不过好像这个方法 index.htm会稍微普遍一点点 然后呢 它会要我们做后续的事情 比如说在第一个段落 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图档 这个图档 然后并且什么呢 复制文字档案 这个档案 那你会想说 这些档案在哪里呢 实际上这些档案呢 通通都在 我们刚刚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练习档 解压缩出来 那个练习档里面 那练习档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十个资料夹 那其中一个资料夹 就是102 102需要用到的这些档案 都在资料夹里面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这个练习档 我把它打开了 那解出来就这个 所以呢 它将来会提供给我们什么呢 包含图档 总共会有几个 123 会有三个档 这个档应该有印象吧 这个是logo嘛 最上面那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line 一个那个 有没有 这个信号 然后再一个 BG 应该就是 Background的简称吧 就是背景 那利用这三个图 各位可以看到了 分别就是123 那再来就是说呢 它要我们做的 还有什么文字部分 那文字部分在哪里呢 基本上 就是在102里面的 一个data.htm 就是这些文字 那 要你用这些文字 产生一个网页 那你要怎么做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 还要需要 把它架设一个网站 把这个网页的内容 放上去 可以让任何人 他只要 也许他有一些 想要知道某些讯息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网页 看到他需要的讯息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接下来需要 一个整合型的 组织他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目前网页设计的软体 其实其实蛮多的 不过目前已经慢慢被统一了 因为基本上 如果你说学网页设计的话 基本上都会以那个 Adobe的网 就是有关那个视觉设计方面 几乎快要被那个 Triple Dive 点那个 有一家公司叫Adobe Adobe 这家公司呢 点CAM 这家公司 几乎呢 所有有关视觉设计 或者网页设计 动画设计 或者什么影片设计 都会用到这一家公司的产品 那这一家公司呢 除了刚刚讲的 还有APP设计 它也有参与卡 那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你想你的身份 比如student 那里面的话呢 它有哪些产品呢 你可以从这个网站里面去 去看到 它就是有这些 那比如说呢 我们的需要用到的软体 就是这一个 Juneweaver OK 这个 OK 那其他 这一家公司呢 它最有名的软体 Photoshop 应该有听过吧 对不对 我想 只要你牵涉到 那个影像方面的处理 应该好像 慢慢都会以这个当成是 好像不够人选的一种 影像处理软体 所以一般什么网络上很多 什么PS大神 有没有 PS啊 有没有 PS大神 指的就是利用它 做一些影像合成 网络上太多这种类似的 这个图 那其他还有哪一些呢 像那个 如果你要做电子书的话 几乎都会用这个 InDesign 所以如果你要进什么 出版业了 其实建议你先把 InDesign这个软体先学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做一些logo 做一些图像 相关处理的话 Illustrator这个也用得非常的多 那另外的话还有像什么 Juneweaver做网页的 然后那个什么呢 其他还有这一些啦 这有关影音编辑的 这些这边都有 我们需要的软件 不过这些软体 基本上都非常昂贵 而且坊间如果说你要去学习这些软体的 光学费也非常的昂贵 不过呢对于你的就业 非常有帮助 因为之前有一些 你们的学长姐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 学会这些东西 中文系学会这些东西 到再去应征工作 其实普遍上来看 都非常的受欢迎 为什么 因为你又有一些 比起其他这个科系的学生 来了更多的文字 文字相关的素养 所以你可能写作能力会比较好 另外的话 你如果还有懂一些 电脑相关的那个工具的话 那现在当然更能够得心应手啦 所以像什么企划工作 或者像行销工作 其实都会需要用一些工具啦 那中文系 或中语系 所学的 跟你讲的内容很多 但是问题要怎么去做 可能讲的比较少 那我还蛮建议各位 可以把这个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到这个Adobe的网站 稍微晃一晃 然后有哪一些相关的东西内容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会需要 把第一个题目了解 所以这边就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范例档 你先把它打开来 102 第三个我需要整合型的一个软体 就是叫做那个Dreamweaver 那这个Dreamweaver软体的话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在 也是一样 这边 你把按右键解出来 解出来之后 它怎么使用呢 基本上 解压出来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Poto Poto这个软体 那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里不需要做任何安装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 开来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利用它 怎么样 去做网站的整合 那怎么样做网站的整合 该从哪边开始 其实就是从什么 网站 新增一个网站 不过这个步骤还蛮多的 这个我想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还有有关什么伺服器的设定 还有什么版本的控制 进阶设定 这个蛮多的 但是你们可能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你只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呢 请各位先把相关的需要的用到的东西 先把它下载 建议呢 先存在你的随身碟里面 因为往后的上课 一直到 可能到期末 都会用到这些东西